还有一点就是 劳动强度 我飞了这两年 现在回想起来 就是这两点吧 一个是 不能像赵州玩无那样 有一个微率的特席 因为我们每天要赶早班 然后飞晚班 每天的时间和生活中 就是一个稳乱的状态 所以这一点会让 我觉得男生还好一点 女生每个月的 每个来大姨妈 大家都知道 我心情不好 特席稳乱都会有 不错影响的 还有一点就是 在飞机上的搬住东西 一般在好公司 其实说一句不好听的 就是女生当男生 又男生当储成的 其实我觉得在飞机上 除了一个是 与客人交流 给他们提供一个 幼稚化的服务 还有一点就是 就护送他们的 一个平安的到达 另外一个就是 帮他们搬他们的洗礼箱 这一点我觉得 如果一次两次的还好 如果每一天都要搬 重任中洗礼箱的话 腰是很受不了的 尤其是女生 其实这样说下来 我觉得男生做健好 还真挺不错的 因为男生第一 比起大 然后第二 他可以跟每个化妆 他不用发愁 做稀稳乱的 他的生理会造成什么 怎么样的损失 然后第三个就是 男生起码在 飞行班的过程中 我觉得 多半是干体力活的 就比如说是 拿水啊 搬水啊 摆水啊 还有一些摆擦 你看虽然一份餐一份餐都很小很轻 但是二十份餐加在一起就不那么轻 都是靠的是腰部的力量 如果作为一个男生的话 我觉得做这些事情都会很轻巧的 对他们来说是很容易的 这个是第二个劳动的强度 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有提到的工作时间 工作时间这个就是不稳定的啦 肯定不能给人家 召集完股的力量 但是我觉得工作时间的话 现在年纪还能熬一熬 如果真的老了的话 如果非晚班 尤其是熬一晚上第二天怎么都算不过 还是看个人的因素吧 如果身体可以能承受得了的话 又是可以飞到五十岁的 如果承受不了的话 就能有很多次质的 然后大家如果说什么 空姐是年纪犯的 其实都并不是的 她是可以飞到五十岁的 只要她的身体可以能承受得了 其实我觉得我刚才 除了说的那几年以外 吉他都挺好的 我既然还能再想回去 就是好像公司说明 我能够和那几年 对于其他工作来说的话 我还是觉得这样的 是比较合适我的 因为她的薪资待遇 还有酬劳 真的是很不错的 尤其是以后再结了婚 如果双方都是 还公司里边的 那个再费人员的话 她的那个 有每年的免票 可以去国外游玩 然后公司还给报销 还有在怀孕期间的 这个年假 产假 怀孕时候的 一系列的消费 她公司都会给报销的 我觉得这个 还有 只要付货本上的家属 就可以享受 航公司的优惠福利的 机票的 就有一张免票 和两张的 几者 一者 我忘记了 真的是福利待遇 特别好 而且我们的吃的 我觉得 出女朋友 就好找一个空间的女朋友 真的 吃的零食绝对不发愁 她每天的零食 比那些 就是天天在网上 购物的女孩人 零食很多 因为她 我记得我那会儿在贵阳的时候 我们家养的三次老鼠 我们那个零食太多了 简直就是 这也是我为什么吃胖的原因 好啦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问的问题的话 都可以在我评论下面留言 都可以私信我 私信我 就是你们 因为私信的太多了 不是我不回应你们 就是因为太多了 我顾不上回 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我评论下方留言 我都会把它记下来 然后在那个发食品 才解决你们的答案的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